很多人认为今年总统大选 蓝营会败选的主因 就是跟没能拼好经济有很大关系 也因为如此呢 大家对于新政府的财经内阁布局 更是充满期待 接下来就带你一起来了解 准格魁林全对阁员的难命逻辑 及各界对于阁员们的期待 我必须要跟各位讲 我是极不愿意他能够担任 金管会的主任委员 因为我跟他讲说 又是我的同学 这是不好的 绕了一圈 准格魁林全最后 还是找回老同学 现任贵满中心董事长丁克华 担任金管会主委 政大财政所毕业 曾任政棋会主委 以及政棋会董事长资历完整 我们希望期待他能够继续努力 怎么样让资本市场可以蓬勃发展 包括量 包括价 包括整个以后上三个月的加速 能够增加 新政府财长则由跟林全同属 政大财税帮的现任财政部次长 许于哲出任 许于哲曾任副税署长 北高市国税局长 在财税体系 拥有超过30年丰富经验 许市长资历完整 专业非常的丰富 所以由他来接 我非常高兴 因为无缝接轨 不过经济部长人选 一度令外界感到意外 转经济部长李世光 现任台大应力所特聘教授 也曾经担任资策会执行长 工研院副院长 以及国科会工程技术处处长 拥有不少产学合作经验 他在很多事情在思虑上 在协调上 同时对很多问题的了解上 速度都非常快 反应都非常的好 我们学新的国际人才引进 那内需的投资 立刻开始明显的一个部分 当然是我们现在谈绿能驱动的产业 太阳能其实就是一个例子 另一名跌破外界眼镜的 还有回国担任类似职务的 国发会主委陈天芝 由于现职是台大经济系教授的他 曾经在马政府时期担任 金建会主委力推ECFA政策 所以民进党内杂音不断 必须要说明的是 他的对ECFA服貌货帽的立场 有没有改变 如果他没有改变 难道是我们变了吗 过去的一些经历 可能会受到的一些外界的一些批评 但是他愿意放弃高收入 愿意放弃退休计划来接受这个邀请 期待希望外界对他过去的批评 能够到今天为止 不要再有了 从主要财经部会首长名单 不难看出 林权想打稳定牌 也想借此解决跨部门沟通不足 政策难推的现况 加速松绑相关法规 提供适合企业蓬勃发展的环境 究竟这些财经阁员联口 能为英权政府加多少分 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U-DN TV综合报道